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Sara Art Studio 今天我带大家来画一幅色彩 首先我们要蓝色 紫色 把紫色先画在上面 然后慢慢的加蓝 做一个紫色到浅蓝的色彩渐变 不要着急 每次加一点 现在我用黄颜色画出北极光 画的时候我先画了一条线 然后在这条线上 用笔刷尖尖的几根毛 从下往上刷 画出一个光线的感觉 用粉色加白色 调出一个浅的粉 因为我们刚才画完黄色的颜色 所以我们现在加一个非常浅的粉 这样的话颜色才能够过涂过来 北极光的颜色是非常绚丽的 颜色有时候是绿色 有时候是黄色 蓝色 粉红色 红色 都有可能 那我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那今天因为我天空的颜色呢 用的是紫色 所以我打算让它用粉红色到 霉红色的一个间边 间边画好之后 在最下面用同样的方法刷上黄色 让它颜色更明显一点 雪地本来应该是白色 但是因为光线的作用 所以它的颜色变成了粉红色 因为天空是紫色 粉色 如果我们的雪地是白色 会给人感觉画面不协调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看到光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所以这个叫做环境色 那我们把粉红色从上到下 给它画一个雪地 在天空和地之间 用紫色画出远处的山 形状可以按自己的喜欢 随便画成什么样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用黑色来画一棵树 这个树呢要离我们更近一点 所以要画的更仔细 那下面的树干粗 上面的树枝细 画它的一个分叉 然后画的自然一点 就是当你画线画的不太直的时候 就给它画一个分叉 上面的叉分的越多越好 看起来就越自然 画叉的时候把笔提起来 让笔尖上面的一两根小毛来画这个分叉 这样才能够画的够细 多画几棵树 看起来会更自然一点 树的形状可以有的高有的矮 自然一些 现在画弧线来当做从远处弯过来的这么一条路 画的时候让离我们远的地方呢 收在一起 离我们越近 散得越开 这是透视的基本原理决定的 近处的大 远处的小 在路的另外一旁也加上一些相应的树 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远处的树 用黑色画小一点 只有一个外面的轮廓形状都行了 所以画的过程中呢可以放松一些 可以画一些paintry 可以画一些你知道的任何形状的树 有特征的画一些就可以 注意画的时候让它的树密不要一样 就是有的地方多一些 有的地方少一些 有的高有的矮 这样画面看起来才生动 我们可以在树的前面画一个小房子 画房子的时候可以先用铅笔画个形状出来 我今天画的这个小房子呢 是它侧对着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它的两个面 所以用到的是多点透视 画雪地的粉红色把屋顶涂上 注意画一个边给它画出一个厚度 用黄色涂窗户 用黑色给它涂上门 用白色在房子的旁边画一棵树 这个目的呢是跟后面的树区别开 有一个更靠前的层次 画法和刚才的盗旁树是一样的 画完之后呢 我们把笔上的白颜色 画在之前的盗旁树上 感觉是像雪啊 落在这个树上了 之后呢用同样的一支笔 调一点红色 变成粉红 画在地面上 这是因为地面不平呢 就会造成光线照射 有些地方是暗部 所以要把暗部的颜色画得稍深 让颜色渐渐的过渡过去 好让它的地面看起来更自然 可以加一些色彩变化 让有一些地方深 有些地方浅 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好这个颜色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有一点点想法 就自己考虑考虑 这个地面你想让它是什么样 有一些地方高一些有点低 千万不要画乱了 就不要画的很花 就是让它有一个形状 感觉哪里是低的呢 低的要形成一个形状 好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画一个栏杆 在这个路的旁边 给这个画面加一个细节 因为离我们近的地方 我们要稍微的画多一点细节出来 让这个画面看起来更丰富更漂亮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画竖线 注意要跟叶的边呢 是平行的关系 如果说画太斜 可能感觉就会要摔倒 那个样子哈 所以这点就得要注意 旁边可以随意的加一些短线 就好像雪地中间呢 有一些草 或者是有一些植物 从草地中间露出来 也是为了让画面看起来更逼真 可以找任意的位置 那画的时候注意近处的大 远处的小 我们用一点浅棕色 给树的底下 还有栏杆的下面 都要加一些阴影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这个时候呢 感觉天空中是有光的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方向 给它画点阴影出来 好,现在我们拿白颜色 再画植物的这些位置 给它加上一些 感觉像是植物上也落了雪 然后呢 把栏杆上面也要画一下 就是每一个栏杆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立体的 它就会有很多面 比如说它的顶面呢 就要给它画一个小白点 这样的话就感觉它是一个柱子 柱子的顶上 驮着一点点雪 所以这个可以画得认真一点 把它又画上去 然后呢 把这个栏杆的上面 横的这个部分 也画在这个棕色的线上部 不要把它全盖全啊 记得要画在它 紧挨着它的上面 也不能飘起来 正好在它的上面就是最好了 这样看上去才像雪落上去了 好,到这里我们这幅画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么这是一幅在北极光照射下的雪景 有一个农舍 有栏杆 有雪落的树 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非常静谧 然后又很漂亮 所以这幅画呢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塞尔老师呢 也有精品小班课 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更精准的指导的话呢 欢迎大家加入塞尔老师的精品小班课 加老师的微信 sara sara zhenj 521 这是Sara老师的微信号 希望尽快能够在老师的精品小班课里见到你 如果因为各种原因 暂时不能够来参加 sara老师的精品课的话呢 那也可以点赞 关注 转发 sara老师的视频 然后这样的话 能够系统推荐给你 sara老师新的视频资料 那么我们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 然后一起画画 总之希望你们喜欢sara老师的课程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啦 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